我看完这个 我再成为他的粉丝了 一会儿可以跟你拍个照吗 我们的队长刘宪华队长 世界一流的队长刘队长觉得 这也是我们今天呈现的 最后一支决赛的作品了 压轴登场 真的 哇 春莉 你让我骄傲了真的太棒了 哇 你的 刚刚春莉的舞台 就是那种舞台 最 最让我惊讶的是 我在看他的舞台 我没有在想舞蹈 没有在想动作 我只是在专心到 到你 就是他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手指 每一个那个 哎呦 这个用用词来 来 来解释 解释不了 但是太 我有点专心到 我有点害羞 那个太 太厉害了 那个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 这种风格 只有你能做 这个舞台 真的太棒了 是不是大家 哇 真的 太棒了 就是刚刚的那个氛围感啊 让我们每个人都沉浸进进去 那个小动作 你 可以再来一次吗 那个刚刚那个 那个 哎呦 我有点不好意思 看啊 但是我 我看完这个 我再成为他的 他的粉丝了 哎 一会儿给 可以跟你拍个照吗 哇 我甚至都还记得春林 在第三季上热搜的关键词 就是春林好会扭 这一季感觉越来越会扭 博哥是不是 那王一博队长也是见证过春林 两季决赛作品的队长 点评一下这一季的这个作品好不好 特别棒 其实春林哥也帮我编过舞 我的那个 有一套 白西装的舞也是春林哥跟 Flanking一起帮我编的 所以 所以 我一直很喜欢他的风格 对的 你非常喜欢的 流行话队长有什么话 要跟他说 我觉得舞台 就分很多种的 有一些 舞台是就让人家很享受 有一些是 适合比赛 适合赢 这样子的 我觉得 就是很不一样 但是呢 我觉得你的这种舞台 就是 在我心目中是真的很好 不只是我的心目中 我猜 我猜很多人 包括现在来到现场的人 心目中 应该他们 你们都喜欢吧 对 所以 我觉得 你来到这里 你要做的 已经做到了 太棒了 来 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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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的